大家好,东西斯老师 这个牛场啊,是不是我们当地啊,就是养最好牛的人家 前几年我拍过,这几年效益不好 今天再来看看养最好的牛,现在的效益怎么样 这个牛场啊,专养最好的牛 这几年啊,是牛价不好 你看这个牛场,它也减少了牛的数量 并且专养啊,繁育母牛 采用啊,进口银功书精 保证啊,牛价的质量 在养殖大环境不好的状态下 这个牛场的牛价,牛价好 价也好,抗冲击 牛场的老板也说 这养好牛啊,就是赔钱,赔的它也少 朋友们说,它这样养牛,好不好 是否应该奇畅 今年呢,我们东北大雪啊 来的早,下的大 当地放养养殖户 这一场大雪,没地儿可放 这过冬的草料啊,都没来得及准备好 你说这个冬天,你说怎么过吧 这是使这些养殖牛羊的养殖户啊 这真是雪上加霜啊 它呢,早早的从内蒙啊 拉回富含营养的养草 这大雪啊,对这个牛场啊,影响真就不大了 它为这个草啊,营养高,省料 牛啊,上标还快 这鲜鱼比玉米结果有湿啊 真就不多花钱 啊,这现在还剩十一个了 这之前都什么平等啊,我这书上的名 西葡萄尔,还有弗莱维克 多宝 这这些都是怀孕的,都确定就带 全是怀孕的母牛了 都是确定就带孩子 来年,三月份就下了吧 对,三月份到六月份就开始下了 这是弗莱维克,体重都在1600左右了 看大牛 你看他喂牛,专门这是喂呀,从草原 从内蒙古草原来的草 来的养草 他专门就喂这些东西 这个养草啊,营养残缝高 所以说他比呀,那个玉米结果而优势 能贵个一抹来钱一斤 但是呢,他由于营养高啊,他也省料 你看这个牛啊,喂的他也胖 你看这个草,这个小鹿啊,马上都来了 他现在养牛啊,喂草原,内蒙古草原来的养草 他说这个养草啊,营养藏分足,就是喂牛呢 江营的营养藏分足呢,他就是喂料喂的少 这个喂牛呢,省料 牛呢,上边还快 他说养牛喂这个草好 我呢,我呢,就是那会两口啊,回来喂喂我呢 那英公喂养这两个小鹿 一回来之后这两个小鹿啊,就马上就来啃这个草 看那样这个草啊,喂小鹿还能挺好 看看喂小鹿能怎么样吧 这现在这个市场第一名 他的好牛,他有那个扛冲击 现在他的牛也都做那个肿牛了 现在处理的价格这也好 所以说现在在低谷期,养牛还是应该这么养 好了,今天的,今天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